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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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你 我早该猜到了 不 不 你认错了 我怎么会认错 从小到大 都是你护着我 你死亦毫的委屈 你都不让我受 我找了你那么久 现在 你还想瞒下去吗 发生了什么事 殷瑾 她到底是 师兄 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 你竟敢 老朽舅家来迟 皇上恕罪 皇上再忍耐一下 前面就安全了 朕已经是个废人了 你还救朕做什么 老朽常致意 服侍张家已经亮灯 张家三世为官 一门中两 后人万万不能大逆不道 我家主人罪孽深重 老朽也只能尽微薄之力 帮他赎一点罪过 随你吧 皇上 我们就快到了 皇上 我家主人罪孽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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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就能尽微薄之力 有没有样 你会不知道吗 你不是一直就躲在我身边 对我敢接不敢认吗 燕 燕姐 她 真是 真是你点仓派的同门吗 不错 她 就是我师兄 瞿灵 师兄 你告诉我 那天晚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 不要逼我 还有墨迪师兄 他在哪里 不要逼我 到底 是谁害死你们爹 不要逼我 师兄 你 师兄 你回来 回来 回来 师兄 你回来 project秒 燕姐 现在 你都知道了 我和你一样 下山 都是为了寻找 杀父仇人 只不过 你还知道 你的杀父仇人是谁 而我却不知道 究竟是谁 害死我爹 怎么会 燕姐 你 你上来好了 清宫有进步 坐 有个事情 我早该告诉你了 我爹 就是典仓派掌门 柳宗璇 燕姐 你果然是 典仓派的少主 怪不得剑法这么厉害 我当初瞒你 只是不想在江湖里 过分招摇 但这不重要 听我说 就在几年前 我外出 为我爹办事 没想到 在回山的时候 发现我爹 已经过世了 怎么会如此突然 柳老掌门 就这样过世了 几位师弟已经查过 是中了过量的迷药 只是因为典仓派 在江湖中的地位 并未发丧 所以无人知道 迷药 而后边有人发现 典仓派的 镇派之宝 被人盗走 而莫迪 和曲林两位师兄 全都失踪不见 很多人说 是他俩杀了我爹 偷走了宝物 这简直就是 无稽之谈 我们三人一起长大 他们就和爹 亲生的一样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凶手必定另有其人 所以我下山 云有江湖 就是为了找到 两位师兄 告知事发当晚的情形 原来 燕姐是为了这个原因 才来参加 精灵论剑的 当然 但是没想到 真的见到了 曲师兄 他却又跑掉了 他为什么要跑 燕姐 没关系 肯定还能遇到她的 我会在燕姐身边 陪着燕姐 一起去找 小桌 有你在身边真好 我也会帮你 找到那个银贼 我们的仇 都要报 我们两个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那我们还等什么 走吧 天姐 等等我 灵车 并暖 凌鸾 出来吧 我感觉到你的气海了 死丫头 你逃出来了 本大仙还想回追接物你呢 就你这么胆小的大仙 我可不敢劳烦你来救我 小贱人 你真的以为我会放过你吗 中文字幕提供 剪起三尺尽风小鸣 踏个心连天地指引 双花金散起风泪魔力 凌连初心至今 松起中落雨连人心 剪起东风荒之灵 混沌情寒芒开天辟地 痛烈万年的心灵 剪飞扬自小披萝 人传说谎全身四步 刀墨凉青灼云 人间相航 那一刹惊恐破苍穹 霹雳洞山红 心连剑 骚却一切莫从 执念战不朽 毕与其人 毕与其人 葬 优优独播剧場